这部香港少市三部曲的收尾神作 魔 恶心程度远超其他两部 前方高能提醒 正在吃饭的小伙伴请赶快滑走 因为你迟早会看兔 另外两部在主页 请自行收藏慢慢观看 陈雄是一名职业拳击手 由于战绩显赫 经纪人七叔很快收到消息 说一名投资人想约陈雄聊聊 于是陈雄之身一人就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不料却中了对方的圈套 陈雄还没明白咋回事 突然面前掉下一个麻袋 当他撕开麻袋一看 却发现七叔已被杀害 正当他准备报仇时 旁边又窜出了几个麻仔 陈雄寡不敌众当场就被绑了起来 接着就开始了非人的折磨 就当陈雄快要断气时 一个喷着水花的大师突然出现 只见一个必杀技就把对方全部摆平 陈雄身上的绳子也瞬间断开 叱咤全坛二十年的陈雄 也没见过如此神奇的场面 于是赶快逃离了现场 可是当天夜里 陈雄睡觉的时候 一道佛光镜射在了他的脸上 只见一个不明发光物体 飘在客厅的上空 陈雄赶紧上前查看 喷水大师竟再次出现 我有事要跟你说 半夜三更开电视机干什么 当陈雄回过头去 大师却不见了踪影 此时陈雄的师弟也正在太过打比赛 虽然已经赢得了比赛 不料却被对手偷袭 直接被打成了木乃伊 陈雄得知真相后立即赶赴泰国 做拳王 做兔崽子吗 你要能打 你跟我打 你有什么资格做拳王啊 三个月之后 去香港取你的小命 尽管来 小泰国 但在离开泰国的途中 一座发光的寺庙 引起了陈雄的注意 陈雄感觉似曾相识 于是就来到了寺庙 想探个究竟 刚一进门 一个老和尚就上前迎接 似乎早有预兆 原来几个月前 寺院的住持清兆大师 为了帮别人破解 降头术 曾去过香港 并收复了一个邪恶的蝙蝠术室 并将它打回了原形 还将它体内的黑蝙蝠 一并收走 回到寺院后 便开始做法 很快黑蝙蝠 就化成了一堆白骨 不料这一举动 却惊动了 更为邪恶的蝙蝠老妖 于是老妖也开始隔空做法 展开复仇 为了提升法力 抓起一只死老鼠 就塞进了嘴里 吃完后便喷出一口黑血 并将白骨复活 眼看白骨就要逃走 大师一看 举起大锤子 就朝白骨砸去 一顿操作后 就把白骨敲成了 骨折性粉碎 蝙蝠老妖气的直瞪眼 拿起祖传的小喇叭 便吹了起来 很快就引来了 剧毒眼镜蛇 二话不说 就取出了蛇毒 接着就从臭豆腐坛子中 取出一颗死人头 撬开天灵盖 就把蛇毒倒进了脑壳 接着拿来 小木棒搅拌均匀 一锅热气腾腾的脑毒液 就顺利出锅了 最后放出几只黑蜘蛛 开始稀释脑毒液 很快老妖 便练成了黑蜘蛛 毒针匠术 不久后 老妖就潜伏到寺庙里 趁大师熟睡之时 放出了毒蜘蛛 并刺瞎了大师的双眼 即将修成金身的大师 瞬间又回到了解放前 于是大师决定毕钢打坐 临走前吩咐住持 七天后 会有一个叫陈雄的男人 会来到寺庙 到时再取出 真身与陈雄会面 原来这一切都是大师安排好的 当陈雄看到大师的遗诏时 才恍然大悟 原来大师就是那天 救过他的喷水河上 奇怪的是 住持刚把钢打开 就匆匆离开 正当陈雄也要离开时 陈雄 大师告诉陈雄 两人的前世 曾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前世都有着很深的修为 注定两人今生 佛缘身后 陈雄快被溺死的同时 大师也刚好被刺瞎了双眼 而大师救助陈雄 也是因为两人的命运时刻相连 与此同时 如果大师的肉身慢慢腐烂 陈雄也将会在不久后死去 陈雄听后并不相信 大师所说的话 转身便离开了 可就在当天晚上 陈雄的肚子莫名的开始疼痛 他赶忙来到卫生间 结果竟从嘴里 钻出一只十米长的鰻鱼 这时的陈雄也开始担心起来 第二天就赶快赶回了寺庙 但住持却说 如果要帮大师解降 那就必须先静身出家 等降术解除后便可还俗 但做个和尚也没那么容易 很快陈雄就被带到了小河边 陈雄就这样在小河里静坐了七七四十九天 连血液都快被马黄吸干了 才算通过了第一关的考研 接下来又被绑着双手塞进了大缸里 只见四周写满了经文 随着和尚们念诵着咒语 法力也都积聚到了陈雄体内 此时的陈雄也是打开了人都二脉 只见经文都爬满了全身 随着大缸的炸裂 陈雄此时也脱胎换骨 终于成为了绝世高僧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蝙蝠老妖也更加猖狂起来 老妖先是用鸡鞋撒在数百只鳄鱼头骨上 只见头骨里钻出上百只恶魔蝙蝠 并朝陈雄飞去 陈雄立马召唤出金钟照护体 恶魔蝙蝠也都被挡在了外面 接着就使出法力 把蝙蝠全部炸掉 老妖见识 直接抱起骨灰坛子 撒在鳄鱼的头骨上 只见鳄鱼头也被复活 朝着陈雄就开始进攻 不料陈雄拿起法器 直接塞到了鳄鱼的嘴里 鳄鱼头也瞬间失去了法力 老妖见状 抓起地上的鸡杂碎 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接着又开始施法 只见坛子中冒出了一股黑珍珠奶茶 接着就开始不停地冒泡 里面竟然钻出一个笔克大魔王 甩着自己的小肠子 就朝陈雄飞了过来 陈雄赶快接引施法 一个火盾就打进了魔头的嘴里 只见魔头瞬间就炸了个稀巴烂 老妖气得火帽三丈 只见他先把骨灰酱抹了一脖子 抽出两根十米长的银针 就扎了进去 接着老妖的头居然从身体上脱离 静直地朝着陈雄飞去 瞬间释放出无数条鞋管子 缠住了陈雄的脖子 接着就要把陈雄吊死在空中 恰巧此时太阳刚刚升起 蝙蝠老妖惧怕阳光 不得不先返回身体 不料却被陈雄死死地抓住不放 不一会儿的攻附老妖的头 就被太阳融化 最终变成了一具骷髅 此时清照大师也解除了将数 修得了金身 告别了住持后 陈雄便回到了香港与老婆团聚 可蝙蝠老妖的尸体 却被三个手下偷了回去 并召唤出老妖的亡魂 老妖便吩咐三个手下 为自己报仇 接着他们就来到了化粪池 捞出了封存已久的女尸 据说这是用活人做成的木乃伊 专门为做鞋术而准备 将头是会利用其强大的怨气 来做将数 那可是鞋之又鞋 接着又抓来一条 即将生载的大鳄鱼 直接把鳄鱼的腹部切开 把还未出生的鳄鱼蛋 全部拿了出来 然后又把女尸塞了进去 最后将鳄鱼的肚皮 一针针缝上 不久后 邪恶的鳄鱼美人将数 就做好了 接着拿起腹肉引导女士 来到清照大师的人向前 直接把指甲 插进了大师的眼睛里 清照大师的精神也随之破碎 与此同时 陈雄正在擂台上大展身手 也突然两眼昏花 最后复仇不成 还差点被对手打死 事后陈雄觉得甚是蹊跷 于是再次来到了寺院 我这双眼睛不知怎么 你回香港以后 有没有破戒 没有 我没有 那好了 我安排你跟邪魔 再斗一次吧 于是 助持带他 来到了一个大佛坛 并从佛像的眼睛里 找到了千年灵芝 收集了几颗灵芝 甘露交给了陈雄 你在危机的时候 把这粒牛铁放在身体里面 他就会保护你了 接着又回到了寺院 传给陈雄一本驱邪真经 并呈上九戒灯 让陈雄在佛祖面前立下誓言 你有没有放过九戒 我没有 有没有放过色戒 也没有 你为什么要说谎话 欺骗佛祖 原来正是因为陈雄近身后 又破了色戒 才被邪恶术式的 鳄语美人将数钻了空子 这才使陈雄的眼睛 出了问题 陈雄犯了大忌 居然在佛祖面前说了谎话 之前陈雄拥有的法力 也被全部收回 于是陈雄决定去找清赵大师 见大师不予理会 陈雄直接跳上了法坛 对着大师宣泄着自己的不满 还说自己本来好端端的生活 现在被搞成这样子 拿起凳子就朝大师砸去 结果凳子却不见了 还被大师打飞了几米远 大师告诉陈雄 想要解开此匠数 必须尽快到尼泊尔找到佛首射粒子 要不然两人都将被邪术折磨至死 陈雄无奈只好 火速前往尼泊尔 很快找到了大师所说的那个寺院 但想看到佛首射粒子 必须要等太阳升起时 阳光照射佛首 射粒子才会显现 陈雄赶快取下灵芝甘露 并把手臂上滑开一个口子 就倒了进去 接着就爬上了佛像 等待太阳升起 但却没发现 鳄鱼每人也跟了过来 直接放出两只利爪 没有了法利护体 一招就把陈雄打得满地爪牙 接着又召唤出一条巨鳄 朝着陈雄就开始进攻 幸好陈雄躲进了角落 才捡回一条小命 此时太阳刚好露出山头 一道阳光就照在了佛首上 射粒子也顿时显现 只见一个白胡子圣人 也出现在上空 便与陈雄合为一体 随着圣人摇起了法灵 鳄鱼每人也很快死去 化成了一堆蛊虫 而三个邪恶术士 也从虫堆里爬了出来 幻化成三只毒眼怪 一道邪光就刺瞎了圣人的双眼 瞬间山崩地裂 寺院都快被震塌了 此时射粒子终于显灵 调动了一旁的菩萨 只见法器从指尖飞出 直接就把毒眼怪炸成了粉末 寺院也终于恢复了平静 陈雄眼中的毒针 也终于拔了出来 清照大师也恢复了金身 瞬间亮起来佛光 一个拳击手的解降之路到此结束